大家好 神叔公 今天來玩女神異文錄 夜幕魅影 搶先帶大家看看風車內容 看看劇情以及基本玩法 那這是第一款女神異文錄5的正版手遊 女神異文錄5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遊戲 如果你跟我一樣沒有玩過前作也沒關係 這款的劇情會是全新獨立的故事 新手也可以了解這個世界觀 老手也不會失望 因為五代的主角會出現在這裡面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款絕對是今年初最強神作 不管劇情、畫面、音樂 都逼近佳績大作的等級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看吧 好 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劇情 玩家扮演的是一個普通的高中生 在做完一些奇怪的夢之後 對於未來也沒什麼想法 升學的志願也不知道要填什麼 漸漸的越來越沒有慾望 連路被擋著也不敢叫人家讓開 在遇到一次路人被撞倒之後 心裡想幫但卻也沒做出行動 然後再目睹了一個悲劇的事件之後 發現周圍的人也視若無睹 突然覺得很奇怪有一種違和感 接著發現手機裡出現了一個APP 想把它刪掉 但他還是會自己又跑回來 然後就遇到一隻會講話的貓頭鷹 不愧是主角 如果我遇到會講話的貓頭鷹 我應該直接嚇到跳起來 主角居然還能靜靜的聽他講完話 接著更扯的是什麼 有個外送員衝上電車 然後直直朝著主角撞過來 那時候主角終於有反應了 手就不小心按到了手機裡面的APP 再睜開眼就已經是來到異世界了 而且前面的貓頭鷹還變成了一個類似人形的樣子 主要就是這個世界 在盜取現實世界人們的慾望 讓大家對什麼都沒興趣 這個世界就會進而走向毀滅 主角這時不小心被怪物抓到了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 他覺醒了 人格面具 人格面具就是在這個世界的另外一個自己 超級超級帥的 而且連衣服都會換裝 接著主角就會獲得一些能力 可以來打敗敵人 接著我們就是要加入這隻貓頭鷹的霞盜團 把人類被偷走的慾望給偷回來 接著就會遇到更多的夥伴 展開一場冒險 那其實這邊劇情我講的非常非常的簡短 實際玩起來還蠻長的 而且幾乎都有配音 然後動畫量也蠻多的 所以玩起來真的很像在玩家機的單機大作 有一種邊看動畫邊玩遊戲的感覺 那我就不繼續爆雷了 更多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主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實世界的部分 哇 這裡做的超級好 有沒有 各種的NPC 再來還可以過馬路 哇 然後全都是3D建模的 我是覺得超級猛的 其實如果去看一下五代的畫面 我覺得這一款不分宣置 真的畫質是蠻好的 然後時間也會隨著白天黑夜去做變換 接著我們按一下異世界 哇 就直接進入這個地方叫做印象空間 左邊這邊就可以選你要打什麼玩法 最上面如果有主線劇情 這邊會有殿堂 那殿堂裡面呢 會有一些簡單有趣的解謎遊戲 甚至還有潛情的玩法 那也有相當大量的劇情在裡面 你可以把它視為是一個主線的章節 進到最裡面 打倒最終的BOSS 就可以完成一章節的故事 接著我們也可以選探索印象空間 那這邊叫做思想剝奪之路 那有分這麼多個區域可以做推進 那全部探索完之後呢 還有更多更多的關卡等著我們去探索 這邊的玩法主要就是呢 我們可以去地上拿這些車票 再來地圖上有一些怪可以打 在這個玩法可以賺很多種資源 那這個乘車券呢 可以找這個精算機 把乘車券提交 那提交之後呢就會升等 隨著等級就可以領取到更多更多的獎勵 再來依據你在這個玩法裡面 找到越多的寶箱啊安全小屋 擊敗的怪物 探索度越高 也可以再領更多更多的探索獎勵 接著我們看到異世界挑戰這邊 這邊就類似一個副本的玩法 這邊可以打這個基礎的培養材料 潛能材料 武器的突破材料 這邊也可以去打人格面具 有關卡可以直接打到這個異界經破 就是一個鑽石的概念 那我們就來打打看 順便介紹一下戰鬥系統 好接著我們進入戰鬥 這邊可以看到有面具 面具這邊呢 就是配合我們的人格面具 他的技能 可以去做施放 近戰攻擊就是普攻 資源 資源就是可以叫出資源的角色 槍械 槍械每個角色都可以配一把槍 那槍械在打飛行的角色的時候 比較好用可以把他擊落 那這邊屬性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的頭像 左上角的頭像可以觀察怪物怕什麼屬性 像這隻就怕電的屬性 屬性一共分有這麼多種 那觀察敵人的時候 可以看他們有 弱耐無反吸 弱點就是傷害會提升 耐性是傷害會減少 5是直接不受到傷害 反是直接反彈傷害 吸收是吸收傷害還會回血 所以在打之前 觀察一下敵人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他們還有什麼BUFF或 DEBUFF 都會顯示在這邊 那其實我們在施放技能的時候 也會提示在這邊 WEAK就是對面有弱點 可以用這個技能 會打比較痛 我們就這樣打下去 好 倒地 那如果可以把全部的敵人都打倒地的話呢 還會額外進行一次全體的總攻擊 按右上角這邊 也可以仔細看他的技能 還有他的故事 那這邊有多倍數 可以到二倍數 然後還有全自動戰鬥 像我這種自動擋 自動戰鬥真的是超級超級舒服啊 打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這邊 修復立方體 這個是幹嘛用的呢 我們可以根據這次的結果 花多一點體力 可以領取的次數多一點 就不用一關一關慢慢刷了 你只要打一次 就可以這樣領取多倍數的獎勵 這個功能非常非常的方便 像我選了兩次 就可以領取兩次的獎勵 接著我們看到養成 在怪盜的部分呢 這邊主角非常的特殊 他可以裝備三個人格面具 那每個人格面具都有不同的能力 而且屬性也都會加成給主角 接著我們看到主角的靈感 靈感這邊有一些屬性加成可以做加點 那這個靈感點從哪裡來呢 我們點到第三個面具這邊 面具這邊你只要取得新的面具 在這邊就可以點收入 就是像一個圖鑑的系統啦 你收集的越多 你能拿到的靈感點就越多 就可以繼續來這邊做加點 你的主角就會越來越強 再來我們看到武器這邊 武器庫這邊可以做更換 然後也可以做強化 再來看到面具這邊 面具可以把人格面具去做合成 合成出印記 印記就可以拿來這邊 訓練人格面具 在中間玉城這邊 就可以把合成的印記拿來這邊 那每個印記都可以隨機獲得一個技能 所以每個人培養出來的 人格面具都會不一樣喔 那當然也可以去做基本的強化跟進階 那主角的等級是要隨著經驗值去做提升的 其他的角色就可以用材料去做升等 但是也是要依據主角的等級 有等級上限 那其實一開始培養這絲星錦術魚 我覺得還不錯 他的能力還蠻強的 然後武器一開始就送你一個品質比較好的武器 初期他的屬性還蠻好用的 那這些怪盜跟面具從哪裡來呢 我們可以從占卜這邊 那這個其實就是抽卡系統啦 每十次必出四星以上 那這個新手十五十次內必出一個五星角色 好那給大家看到我抽到五星的畫面喔 這個抽券其實一開始種的還蠻多的 很多主線好像都可以開得到 那在抽卡畫面的話呢 到這個水面上是這個有點彩色紫色的有沒有 這個就是有中獎了 這有中個四星 接下來這些都是一些人格面具 都可以拿去做合成 又中了一隻四星 最後中了這隻五星 反本龍獅 看起來就蠻強的喔 那有限定的角色池喔 像這裡就是上一代的這個Joker 老玩家一定很想抽到他喔 帥炸 再來也有限定的武器 武器也是可以用抽的 這邊還可以自選設定心願清單機率會比較高 那有普通石 那接下來都市也是有蠻多玩法的喔 我們點右下角都市 我們可以去打工 來花店打工的話呢 要消耗一點行動點 這邊就是稍微跑一下劇情 跑一些對話 其實蠻簡單的 這樣就可以獲得一些獎勵 然後還可以練到 像這個可以練到體貼 像剛才我們提升的體貼 提升的月高 就可以解鎖更多的商品 也可以來健身房鍛鍊一下 這次居然是在打木樁 這動作太傻了吧 最後淚趴在地上 但是呢 可以增強我們的勇氣喔 那我們主角也可以回家 回家有蠻多玩法可以做的喔 像可以來廚房 這邊做烹飪 組出來的東西都可以戰鬥做使用喔 也可以來種植 把種植砸進去 等一段時間就可以收穫 收穫還可以拿來當禮物贈送喔 那贈送是要贈送給誰 我們看到這邊有協同者 協同者 隨著主線的推進 或者是 你完成一些支線之後呢 就會解鎖這些夥伴 這些夥伴可以增強你很多能力喔 像打工 可以獲得更多的成長 還可以獲得更多的服飾 可以在家裡換衣服 房間的衣櫃這邊 這邊就可以換上不同的衣服啦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款 女神藝紋路夜幕魅影 的一個基本玩法啦 那其實還有很多玩法啦 我覺得玩法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而且畫面音樂劇情 尤其劇情量真的是蠻大的 可以在手機上玩到這種內容 我是覺得真的是蠻猛的啦 這款真的是不管新玩家 或者是以前系列做的老玩家 一定都會蠻喜歡的 到時候再一起來玩玩看啦 好啦 感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